詞曲 李宗盛 現在就已經要畢業了 我從小學就認識明知了 我們已經是十年以上的朋友了吧 剛見面的時候沒有想過我們會這麼要好 那個時候我被霸凌的時候 唉 我先跟他友好好不好 還是不要跟他友好 我們先跟他友好 唉 抱歉 並不是說被霸凌的只是痛苦的回憶 不如說我還蠻感謝那時候的事呢 正因為那個時候發生的事 我才能見到明知啊 你還是不要想起來好了 總覺得很害羞呢 對 對了 要喝點茶嗎 剛才曹石先生端過來的 跟爺帶聊了有關小時候的回憶 沒有啊 因為最左邊 就順著從左邊過來 一個一個攻略這樣子 嗯 差不多到晚餐時間了呢 跟明知一聊天 感覺時間一轉眼就過去了 那我們走吧 伊崔跟蔡札他們應該再往餐廳那邊過去了 好的 那我們去餐廳 欸 這個可以調查嗎 我看一下 欸 等一下 好 我會記好的 日語 好 一個存檔點 對 我知道我知道 對啊 就一個一個攻略就是了 嗯 叫什麼 好 就是要一個一個攻略 我知道 每個先攻略誰的結局是不一樣的 好多房間喔 大量的門欸 酒教鑰匙 遊戲室 休息室 禮品室 好 那我們就往那個餐廳 感覺今天鼻子癢癢的 好難實況喔 有些飯前寒暄的話 然後開始用膳 哇 不僅外觀好看 味道也很美味呢 喔 好好吃喔 我能吃上好幾碗飯呢 真的嗎 聽到你們這麼說我很開心 謝謝你們 野袋每天都能吃到這麼美味的料理嗎 好羨慕欸 真的 非常感謝曹子先生 幫我在內 我家沒有人會煮菜 欸 是這樣啊 總覺得小野袋你手好巧喔 還以為你也擅長煮飯喔 其實我根本不會啊 對了對了 前陣子跟野袋一起做飯時 他還把鹽跟糖搞錯了 我心想 唉 還真的有人會搞錯 真的會有人搞錯 真的 當時的野袋太有趣了 欸 這是真的嗎 味超師先生 奇怪 說出來不好嗎 對不起了 他眼神好殺喔 很殺氣欸 沒關係啦 野袋 誰都會犯錯的嗎 曹石先生 我恨你 欸 曹石先生不吃嗎 喔不 我還沒吃 我等一下再吃 沒關係的 嗯 點心 有 踞 他 說出來 說出來 所以這個 馬上就要畢業了 穿制服機會也是最後一次了 於是我就提案說 作為紀念就穿制服來吧 算是這麼講啦 可是應該是作者 好 算了 不說 草子先生的確很適合穿西裝夾克呢 才不會枉費我努力做菜喔 欸 對了 我烤了一些馬德蓮貝殼蛋糕 可以的話 大家當作甜點吃吧 真是了不起了 菜摘 菜摘也喜歡做飯嗎 我不太擅長做飯了 我比較喜歡做點心 唉 有女孩子的感覺 很棒呢 我非常期待能吃吃看 喂 喂 明知 野袋 菜摘也做點點 步一吹 不要選奇怪顏色的臉心 一定就沒有問題的 喂 你們在那邊 鬼鬼祟祟祟的說什麼 呃 不 沒事 那這個馬可憐 馬德蓮貝殼蛋糕就給草子先生吧 小明知 你們從這邊蛋糕選來吃吧 桌子上有三個貝殼蛋糕 分辨為紅色綠色和橘色 呃 全部都不是普通的顏色 呵呵呵 我 我要拿橘色的 呃 最能記起我的食慾了 小魚吹 選橘色呢 來吧 小明知跟小野袋 你要選哪一個呢 呃 我要選喔 呃 我想一下 等我一下喔 好 那我就選 嗯 都顏色很詭異欸 呃 我們就隨便選一個吧 好 選紅色 嗯 既然明知選那個顏色的話 我就拿綠色了 我挺喜歡吃點心的 那我開始享用了 菜摘 是的 請用 一口氣吃下去 呃 明 明知 你臉色很糟糕呢 沒事吧 欸 菲南弄錯了嗎 麻辣口味應該蠻好吃的吧 欸 麻辣口味是什麼東西 辣到說不出話來 簡直像吃 生吃辣椒一樣 火燒舌頭般的辣味 在嘴巴裡整個擴散開來 我稍微放一下我愛用的辣椒 嚐一下感覺辣度正好 難道說太辣了嗎 看了明知的樣子 就不必多說了吧 呃 我先去倒杯水 比較好吧 欸 剛才好像是什麼聲音 我好像也聽到了 好像是碰撞的聲 我去看一下情況吧 明知 水房有水 你保重 什麼鬼啊 綠色用毒藥做的 紅色用血做的 選紅色比較好 什麼鬼啊 草石這麼說著 畢尼開了餐廳 好 我要拿水嗎 去找成當點 去找成當點 這個應該是不會影響結局的啦 呃 就是說選顏色應該是不會影響結局的 呃 那我要幹嘛 看起來非常辣的 太辣了 好 沒事 好 啦啦晚安 欸 廚房有水 好 先去廚房吧 欸 我拿什麼 巧克力 無人不知有名廠牌的巧克力 回復三點精神值 哼 精神值是什麼東西 水 好像還有辣味殘留著 不過已經好多了 好 那 應該好多了可以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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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明知你還好吧 你的臉還是很紅欸 看來那個蛋糕 挺辣的 琉璃安安安 你到底放了什麼啊 菜摘 畢竟是菜摘 肯定不是普通的辣椒吧 哼哼哼 真不愧是野代 非常清楚我的個性呢 唉 想明知吃的馬的蛋糕裡 是加了作為香料的魔鬼椒呢 會嚇死人欸 你說魔鬼椒 是那個以新大文明的辣椒嗎 光是想像 就讓人打忍戰了 欸 說起來 曹子先生怎麼了 說是去看看那裡發出什麼聲像 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回來呢 的確有點久呢 我去看一下情況 喔 出來了 開始了 恐怖的成分開始有了 出事了 對 出事了 出事了 對 出事了 好 找人 開始找 好 曹子先生你找到了 好快 關於精神值 精神值目前設定為全慢 精神值最大值為5 精神值變零時就是Game Over 痾 會對角色死亡 追蹤者對峙 解除陷阱失敗等等 會減少 OK 尤其角色死亡會讓精神值大幅下降 OK 好食物 欸 那個人是誰 這地方應該不會有人來的 小明知 那個人手裡拿了什麼東西 是把刀 欸 那傢伙手持刀子 他滿鮮血的 殺了曹子先生的 是這個人嗎 喂 快來這裡 明知快逃啊 他只是叫明知逃而已 這不是我在逃 這是他自己在逃 我手已經舉起來了 欸 也追過來了 可以鎖的 誘管的房間的話 我記得是鎖起來的吧 我們去那邊 不是吧 上鎖了 也帶 還有其他房間可以上鎖嗎 欸 餐廳 餐廳應該是可以鎖的 快點 那個人要來了 欸 倒了 欸 喂喂喂 不要停下來快去救他啊 關於行動事件 不僅在探索的時候 玩家可以 也可以在事件中自由行動 那段期間 可能會有事件發生 OK 主角頭上會有警示的 驚和好 上述行動事件的時間經過的同時 無論是被消滅或成功或失敗都會經過 好的 都會引起結局的變化 好 等一下 我剛剛我只是想要去救菜摘而已 可是不想走到他前面了 死掉了 完蛋了 對不起 玩錯了 欸 怎麼會這樣 我只是想要去救菜摘而已 怎麼會 好 那我們繼續吧 呵呵呵 我想要擋住那一刀 好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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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多吃虛伏特 等一下 所以我要選擇做什麼 救他好了 小 小明知 好 太好了 我救到他了 明知 菜摘 你們沒事吧 沒事真的太好了 門 忘記鎖囉 蛤 傑克晚安 忘記鎖門 還要講得不會去鎖 好 鎖上了 剛才 好像聽到那副盔角的聲音 死掉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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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一 一吹 怎麼會 小一吹 小一吹 你騙人了吧 內 會大惡吧 菜一吹 一吹他已經 陷阱嗎 好 解除陷阱 好 解除陷阱 好 解除陷阱 有很多陷阱 還有透過小遊戲來解除 呃 畫面中央會顯示吃角質老虎的畫面 並開轉動 確定鍵停止轉動 好複雜 好複雜 藍圈是成功 骷髏頭是失敗 好的 欸 我先存檔 我想被射一下看看 算了 應該還是給over吧 欸 欸 算了 太危險了 等一下 欸 這方向很做不了欸 好的 解除陷阱了 解除陷阱 不知道該怎麼安慰菜斋 自己無法 理清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說起來 發現曹史先生有個不自然的地方 他左手的無名指不見了 切直的邪克 莫非是 明知菜斋真的很抱歉 其實是我隱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欸 你們還記得一個叫做 切直的傑克的沙勒摩嗎 好 追我們的人是那個傑克 我也是這麼想 但是 我去看到曹史先生的屍體 左手無名指不見了 不會吧 但 但是 說不定是誰 在模仿他也說不定啊 也有可能 但是 其實這個宅邸 距離不遠處就是 以前那個行凶現場 既然這樣 那為什麼切直的傑克引力七年 現在又突然出現 殺了小一吹跟曹史先生 不對 小一吹是自己死掉的 跟那個傑克沒有關係啊 這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針對這個可能性 判斷出或許是切直的傑克殺了他們兩個 不是吧 那個武器是 如果是切直的傑克 他究竟是什麼目的呢 問我也不知道 這個宅邸 離市區非常的遠 沒有什麼人煙 正適合作為殺人的地方 他恐怕 不 無庸置疑的 想要殺掉我們了 我們快點從這裡逃出去吧 他是個會神不知鬼不覺的 在宅邸裡射陷阱的狠角色 怎麼可能會那麼簡單讓我們出去 門不行的話 打破窗戶出去呢 這裡的窗戶全是房袋玻璃 用盾氣破壞也好法無傷的 那該怎麼辦才好 對了手機 在房間的時候我也連上網路了 騙人 怎麼會沒有訊號 可惡 我們想得到逃跑的方法都不看穿了 怎麼會這樣 小月帶 真的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逃出去嗎 除了玄關大門以外的地方通到外面呢 抱歉 我想不起來 但是我覺得 宅邸的某處 說不定有通往外面的地方 我們 能逃離傑克的魔爪嗎 如果沒人逃掉 會被他殺了 我受夠了 我想回家 我不想待在這種地方了 蔡摘 抱著希望 我們現在 腦中只要想著 該怎麼從這裡逃出去就可以了 嗯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明知你也一樣 要注意安全 這裡應該有逃生的路 大家一起找 肯定馬上就能找到的 而且 繼續留在這裡 門遲早會被破壞 從那時候 過了一段時間了 我先 走一步去看看情況 那麼 大家在待會見 小爺帶 我要一起去 雖然有點害怕 小明知 你自己也要小心喔 多久 對 感谢观看